房台准备除了工部门在努力之外 也很感谢有社区的志工来一起帮忙 民生社区巡手志工在领长带领之下 前往行事美轮溪周边 还有路数倒塌情形要发挥社区互助功能 期盼里面乡亲可以平安 今年第11号中度台风海葵 在4日中午后强度略微减弱且暴风圈也缩小 不过连续几天带来的惊人与世风势 加上是逢大潮 就一度让美轮溪溪水暴涨 华联市民生社区发展协会的民生社区巡手志工们 在民生里里长吴明虫带领下 3日晚街冒着风雨前往巡视美轮溪情形 也协助清理国军英雄馆附近倒塌路数 昨天一晚上风雨很大 我们去寻查 在英雄馆那边一棵路数倒下 路数倒下我们就把它清理 不要含害到交通 所以说我们呼吁大家 就是台湾天要注意 多注意 出门要多注意一点 就是风很大的话就要小心 因为怕东西掉下来还是怎样 这也是很危险 所以说要很注意 里长有于我们这里来服务 包括我们现在的寻手队 我们都务力积极 做返台的准备 华联全县社区发展工作 凭见卓越主义务等殊荣 社区发展工作有赖民众主动参与